新城乡公所建设科长欧阳金福 荣获花联县府111年的模范公务人员 而乡长和立台肯定他的表现 他表示欧阳科长带领建设科同仁 完成百项的大型建设 为乡亲打造幸福生活好环境 而新城乡也会在公所团队的努力中大幅要紧 因此广受乡亲肯定以及支持 新城乡公所建设科科长欧阳金福 荣获花联县政府111年模范公务人员 表扬事迹有效并且排除困难 如起如之军工 相当和立台肯定欧阳金福科长的表现 我们欧阳科长担任我们建设科的科长 长达10年12年有了 我记得我没有记错的话 在这段时间可以说任劳任厌 我们不管跟上级中央以及县务所争取的议算 它也可以说都全力以赴 而且全力来达成这个任务 都在工程内来给它完成 对于工程的督导也好 各项的业务的推动 可以说尽心尽力 这是在110年度能够荣获我们花联县的模范的公务人员 实在是实至名归 备受肯定 我们除了要勉励我们欧阳科长以外 对本手的同仁 对各项的工作的一个推动也好 尽忠职守 任劳人员的这样的表现 我都要来表达肯定之意 而且在我们这三年多来 我们跟中央以及县武争取的十几亿的这些议算 在我们建设方面也好 在各方面的人文文化 以及各项的社府方面 我们积极的让民众有感 我想建设客除了在扮演这样子的建设的一个角色以外 对于民众所交办的一些业务 可以说都全力来协助 全力来帮忙 尤其在三年多来 对于百大各项的建设 在欧阳科长在领导的建设方面 皆能够如期的完工 如期的督导 让施工的品质尽善尽美 让民众都觉得说 我们信仪乡在推动 整个地方的建设 除了路坪专案以外 水沟要通 路灯要亮 包括我们整个路灯的任养也好 等等 各方面可以说竹刊 我们民众都来肯定我们新城巷工所 在这边我除了要向我们建设客来表达谢意以外 我想新城巷各项 未来还有很多的工作要来完成 包括我们举座的原住民的寄会所 我们新城顺安 嘉兴村的人行到了改善工程 以及未来我们整个七处的儿童公园 经过解编之后 我们新城巷工所起的土地之后 我们都有计划性的要来 在未来的四年当中 都能够把这些公园 挣起机会来给它完成 我想新城巷的各项的建设 在我们乡亲的支持之下 我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我们一起团队 我们一起来努力 建设我们幸福的新城 欧阳清夫表示 向贺利台上任以来不断积极征据经费 税出经费从107年的2亿5000余万元 108年109年增加到2亿2000余万元 110年111年 税出预算增幅更大 达到超过5亿的空间预算 以创造乡亲造福 保护乡亲重视乡亲的安全 传传文化等主轴建设乡里 让新城乡均衡且健全的发展 因此广受乡亲肯定的支持 建设客也不断的努力 在这四年期间 所有同学们一起完成百大建设 因此国防公务员苏隆 是属于全新城乡公署团队的 记得喜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